人生是微雕的过程 刻刀就握在自己手中 杨将先生曾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里感慨 人生时苦 终其一生 我们都要不断地修炼灵魂 完善自我人生 是一场自我雕琢的修行 让自己变好的努力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以下五种改变自己的方式 做到两点就能脱胎换骨 一 用运动改变健康 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遇到电梯故障时 只爬几层楼梯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出门逛街还没走几步就腿脚乏力 只能贪错在商场休息 稍微受一点风寒 就生病感冒 经不起一点折腾 不少人调侃自己的身体上步如老 下步如小 更有不少人害怕体检 不敢看体检报告 不知何时 我们都成了亚健康人群 四肢相应 小病缠身 总觉得累 老话说得好 流水不服 或说不度 动眼 人的身体也像一弯水 只有流动起来 才能迸发生机 你流的每一滴汗 走的每一步路 都将激活身体里的能量 经常去健身房打卡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身体各项指标都回归正常了 睡觉前坚持做瑜伽 在筋骨书展中 你的内心也会安静许多 头脑也会变得清晰 作家马约翰说 运动是健康的源泉 也是长寿的秘诀 运动是开启美好生活的钥匙 再忙也不要忘了锻炼身体 无需花费很多时间 每天运动半小时 你的生活就会截然不同 二 用自律改变形象 三十天高度自律 能给人带来怎样的变化 有个中年宅男 为了改变油腻的形象 陪自己定下了三十天重生计划 在这三十天里 他每天骑单车上班 每天走一万步 不吃糖果 不摄入咖啡因 一个月后 他的大肚腩不见了 身形紧致了 整个人都神采奕奕 三十天的高度自律 让他焕然一新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 自律 是一个人重塑形象的最佳方式 文学家罗素说 一个人的外表 藏着你自律的生活 以及正在追求的人生 每天花一点时间打理自己 我们将在整齐的装束中 信心倍增 抽空多看几本书 整个人的气质 都将在前一末话中得到提升 做好身材管理 我们将告别犹豫 重唤年轻时的风采 好形象 是对生活最好的修饰 认真对待自己的人 才会被命运垂青 很少有人天生一副好皮囊 但自律却能帮所有人 塑造出更好的自己 形貌气质 是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 无需你说什么 做什么 形象会替你做出自我介绍 用自律改变形象 你将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用真心改变关系 国学大师曾世强说 你心里有别人 别人心里才会有你 我们看似是在帮别人忙 最后其实都是在帮自己的忙 于敏鸿创办新东方时 见竞争对手来学校发小广告 他没有把人轰走 反而帮对方做宣传 后来对方带着全部狮子力量 加入新东方 昔日的竞争者 变成了于敏鸿 并肩前行的伙伴 道胜和夫刚创业时 得到过前辈 松下姓支柱的指导 几年后 当他发展壮大 陷入困境的松下 前来求助 道胜和夫力排众议 接下了松下那单 肯定赔钱的买卖 最后 他和松下公司的一众高管 成为了智交好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永远是相互的 只有真心才能换来真心 待人坦诚 大家不会对你设防 错事靠谱 谁都信得过你 没有什么道路可以通往真城 真城本身就是道路 看见朋友有难 不做虚情假意的敷衍 竭尽全力去帮 我们必将拥有 更为真挚的友谊 与人做交易 不用心计 不耍手段 以利他之心寻求合作 最终我们也会大有收获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与他人连接的热切渴望 没人愿意在虚伪的关系中周旋 这世上所有长久的合作 从来都不是靠演技维系的 用真心改变关系 我们将被世界温柔以待 四 用学习改变能力 曾有人问 一个人是怎么废掉的 有个回答可谓一针见血 你只需给他一条网线 一部手机 几个外卖员电话就行 躺平摆烂都太简单 难的是打破舒适 不做被温水煮熟的青蛙 而跳出舒适圈唯一的办法 就是主动求知 向外探索 经济学上 有个边际效益聚合的概念 如果每一天多学1% 一年365天下来 人的能力将有37倍的增益 多看几本书 拓展演技的同时 你将提高思考能力 多学一门技能 充实自己的同时 你将增强谋生的本领 多向高人请教 拓展社交的同时 你学会了沟通技能 别小瞧这一点异地的行动 日记月累下来 时间将回馈你巨大的惊喜 我们时常感慨 时代瞬息万变 竞争残酷又激烈 为了不被淘汰 我们做过各种尝试 可到头来才发现 靠自己增强本领 才是应对挑战的最好办法 自然界 也有种凶猛的长线鱼 战斗力极强 几乎没有天敌 它有500多颗牙齿 每天都要换3%的旧牙 敞出锋利的新牙 正是这种强悍的进化力 让常见鱼成为海洋中 最强的狩猎者 现实生活中 我们同样要遵守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但别怕 只要在学习中不断进化 我们便能适应 任何一种生活 我用善良改变人品 经济学上 有个人心红利的理念 意思是 人的内在品质 会为我们创造机会 赢得财富 为淋雨的人撑散 你也将有夺雨的屋檐 黑夜里为人掌灯 你的路也不会暗淡 万事皆有因果 你为别人做的每件事 都将在未来的某刻 回到你身上 那个在洪水中救人的小伙 被媒体表彰后 成功收到入职的offer 那个接住坠楼女童的职员 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 升了职加了薪 那个从河边拽回失恋女孩的环卫工 在好心人帮助下改善了生活 那个给流浪者提供免费午餐的小老板 顾客越来越多 生意蒸蒸日上 你看 无意间的一个善念 不经意的一个善举 都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 善良 是一个人行走于世最好的名片 坚定地做个好人 你永远不会吃亏 六 罗振宇在今年跨年演讲中 讲了一个微雕的故事 一个写作者 反复雕刻自己的作品 前前后后改了十几次 最终 他写出了一篇全网较好的文章 人生也是一个微雕的过程 而客刀就握在自己手中 用运动换来健康 用自律提升气质 用真心经营关系 用学习增强本领 用人品托起人生 点个赞吧 从今天开始去改变 我们终将把自己 叼着成想要的模样